二千年後,蕭若元述往事,論當世,思來者,和大家一齊誓說太史公,史記。 息者微子霞見愛於衛軍,微子霞是好得到衛軍的寵愛,這兩個人是同性戀關係,其實是同志, 其實是同志,其實衛軍應該是多性戀,又有女,又有男, 衛國的法律,涉駕軍車者最自願,如果 偷駕皇帝的車出去,是會斬腳的, 這個就是斬腳,這個是肉營的一種, 既然微子之母病,微子霞的媽媽病, 人民往夜告知,漏夜告訴微子霞聽, 微子繳駕軍車而出, 微子走去那個車, 告訴皇帝的車,是衛軍叫我來坐這輛車出去, 所以為之繳,繳子, 毅務衛軍的命令,於是坐了 衛軍車出去,衛軍車出去, 當然是,這輛車第一就漂亮,第二就走得快,第三就是, 當然是,可能那時候有夜禁, 其他車都不能出去, 衛軍民之而言之弱,覺得他很好, 孝哉,衛武之故而犯月罪, 微子霞真的孝順,為了媽媽, 連冒犯斬腳的罪,他都敢做,這個人真的孝順, 與軍遊果園, 和他一起去果園,微子食逃而甘, 拿了肚子來吃,覺得這個肚子很甜,不盡而奉軍, 咬了兩口,未吃完,就拿給衛軍吃, 軍藥,這個衛軍藥,愛我哉, 哎呀,他真的愛我了,望其口而念我,自己吃一下, 在口中的東西都給我吃, 給微子食衰而愛詞, 到了微子老了,大家知道, 現在我們證明衛軍, 微子當然很小, 這個衛軍不單是同姓同志, 而且還有戀同癖, 很快就食衰而愛詞, 譬如出戶鬚就不能愛, 這些就是得罪於軍, 有一次他又得罪了衛軍, 軍藥,衛軍藥,事上繳駕不車, 他曾經偷偷坐我的車, 又嘗試我以魚途, 自己的口水什麼都敢給我吃, 這件事變成罪行, 以前讚賞的東西, 微子之行未變於初也, 微子的行為和開頭沒有變過, 前見言之前是讚他, 而後來因此而獲罪, 愛憎之變也, 因為那個衛軍對他的愛憎已經產生了變化, 所以其實, 這個韓非子, 在這兩道都在說, 在不同的位置, 那個人跟你有不同的感情, 愛憎, 關係, 你要講不同的話的,